小朋友春起立獎 雙人合作玩獨木舟 家長帶小朋友來 兩手空空就能玩 這裡不靠近沙灘 看到背後的海鷹館了嗎 就在高雄愛河灣 今年暑假水樂園新開放 租SUP獨木舟每小時150元 水上自行車半小時200元 範圍就在光榮碼頭這一帶 想不到嗎 除了墾丁小琉球 現在在高雄愛河也能玩水上活動 什麼都不用帶 直接來到現場 就有水上自行車 任租任用 身為初學者 踩踩水上腳踏車還算沒問題 不過 我現在要走 轉 轉不過去 怎麼踩都在原地打轉 還差點超過扶球 平日就一名救生員 這樣夠嗎 都會有一位救生員一定會常住在這個位置 那假日的時候 數量會到兩位 目前其實你這樣一看一眼就可以看得完 在這個區塊 從那個沿線 這個拉那個浮球裡面可以看得到 整座愛河灣有25公頃 水域活動範圍約6800平方公尺 只佔四十分之一 海洋局認為相對安全 不過現行法規 泳池面積750平方公尺 就要三名救生員了 開放水域似乎更危險 如果說是在岸上設置的話 那我是建議 如果可以的話 至少要有三位最低配置 愛河灣它的範圍也蠻接近三港的航行的一個船道 水樂園位在愛河出海口附近 漲退潮很明顯 教授建議 岸上至少有三名救生員打散分配 最好水面上及水下都要有救生員 才能確保萬無一失